这是什么媒体 这是酒派新闻报道的 说有一个女子带着孩子坐高铁 包下了商务车厢 孩子太小啊 怕吵闹 让他舒服点啊 花多少钱都值得 碰巧买到了一节 就五个商务座的车厢 我带着宝宝 孩子太小 一家人出行 基本上都是商务座 商务座 六个月的宝宝 包高铁 整个车厢回老了家的分享帖 在社交平台受到关注 网友们称赞的 其又有素质啊 又富有 当事人呢 说去姓袁 发布的内容显示 五张票在同一车厢内 却购票成功 其宝宝在商务车厢内 是状态舒适 发完这个帖呢 说这个 没想到会有众多人的关注 为了让孩子舒服点 花多少钱都值得 12306对记者表示呢 这种情况呢 是在规定之内 也有团队出行买票 连在一起 把车厢包了的 如果乘车人 比订票人少的话呢 乘车人把身份证 带齐了就行 进站的时候 都要用 酒派新闻 专门还采访了 这位袁女士 你看 这个真神奇 这些个事 我觉得都不好理解 他就是有一个人 做了这样的事 记者怎么可以找得到呢 袁女士说 那天高铁好像有两节车厢 是商务座 一节座位更多 一节座位偏少 当时是运气好 我就买了一节 有五个座的车厢 刚好都在 一个车厢内 乘客是老公 宝宝妈妈 自己四个人 加我爸爸身份证 买了五张 由于是带着宝宝出行 孩子太小 我怕老公 我老公怕吵 怕不方便 一家人出行 基本上都是商务舱 不考虑经济舱 那么 酒派新闻问了 进站顺利吗 袁女士说 有身份证 进站刷进站 因为身份证 也可以记得比较方便 不然就买飞机票了 如果把高铁票分开的话 就意义不大了 就可能会想到 另外的方法 也可能会把票退掉 主要是想要孩子舒服一点 酒派新闻就问 乘务员是什么反应 然后袁女士回答说 乘务员从门口就领着 我们走进了商务通道 一路上带着我们 上了高铁座位 可能是看到我抱着宝宝 会照顾一点 酒派新闻问回程怎么办 也买商务座 但我买了五张 五张结果是分开的 我们只好就退了两张 酒派新闻问 你能透露下工作吗 袁女士说 我在天津开商务茶楼 从湖南嫁到天津 当时下了很大的决心 放弃了自己的公司 和所有人脉 跟着老公过来 商务茶楼 大家要理解 这个可能不是给马云 刘强东准备的 马云刘强东 有这么闲心吗 跑到茶楼里去 是吧 即便有老板进这种商务茶楼 也是有目的的 他说我大学时候就开始做生意 接触的比较早 大学毕业后 公司收益很不错 后来我正好想卖我公司 然后我老公就收购了我公司 认识之后 他不想谈工作 想谈感情 这个酒派新闻真是够闲的 我不愿意再分享下去了 好无聊是吧 而且我觉得分享分享的 袁女士恐怕要出问题的呀 酒派新闻说 受大家关注感受如何 酒派新闻问 你老公生活要求比较高吗 给个吗 酒派新闻一个差评 这里面的问题呢 就是我们这个高铁啊 到底是一种福利啊 还是一种生意 如果是个生意的话 人家无所谓是吧 人家把整个的列车抱下来都可以 如果是一种福利的话 可能未必就行 是吧 比如说你这个把整个列车都包下来 它还有福利性质的这个东西 你怎么能行呢 是吧 比如说这个 我们纳税人共同拿出来的钱 所谓的叫做国家的钱 给每个作业每个作业都有补贴了 那你把整个列车包下来 它是带有福利性的 那你再钱再多 像马斯克这么多的钱 那你把所有的高铁都包下来 那我们整个的高铁挺运了 那就是啊 是吧 那哪行啊 是吧 所以它不是为赚钱的嘛 它是为了要把这个乘客运输到目的地的嘛 因此这样就不妥 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就知道呢 高铁不是福利 是生意 那就顺理承扎 那就没有问题